一道又长又宽的浮游出现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 我们到了现场之后 发现没有看到船只的迹象 应该这个船只已经完全沉没了 然后也没有火也没有烟 但是现场有油污 巴拿马级游船桑极号沉没第二天 除了巡获的三具船员遗体 其他29人注定罹难 现在更令人担忧的是扩散在海面上的宁溪油污 已经从周日的10平方公里扩散到58平方公里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研究 依照洋流与风向油污会逐渐扩散 最快在三个月后就会抵达陆地 朝鲜半岛首当其冲 绿色和平组织提出严重警告 中国东海运有大量鱼类 并且是海洋哺乳动物的迁移路径 包括北太平洋陆基金数量不到300头 是全球最宾围的大型鲸豚 我们支持欢迎其他所有相关方 能够参与有关的搜救工作和有关的处理工作 中国大陆官方周一欢迎外界救援 并表示在桑极号沉没前已经寻获到黑盒子 俗称的黑盒子是航行数据记录仪 配置行驶在国际海域的船只 记录航行资料与状态 外观可承受巨大的外在环境压力 确保资讯不会遗失 中方表示寻获的黑盒子 可以帮助还原事故的前因后果 并着手展开下一步的后续作业 大爱新闻秋冲玉